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家里是养了不少 现在就给大家拿出今天的小家伙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品种是我最喜欢的一种 就是这个家伙 这个是我们的蓝宝石华丽语营 是蜘蛛木 骨鸟猪科 然后POE鼠中的语源 首次发现是在东南印度的一个叫做古地的小镇里 当然那个地图呢 我给你们准备好了 就是屏幕中间 然后画红点的位置 当然明天的天气 我也给大家查了 这个30度 应该说是非常暖和了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当地去抓一抓 试一试 当然不要被他咬的 因为这个POE鼠的蜘蛛呢 都是比较毒的 毒性比较大的 首先呢 跟大家说啊 饲养这种蜘蛛猪 你要预备一个超长超长超长的大镊子啊 大概有30厘米左右啊 然后才可以去弄它 因为这个家伙 长大了以后 真 真的特别凶 特别毒啊 你不要过来啊 把他裹起来了 我很欣慰 他是跑掉了 而不是冲我冲过来了 我虽然养了很多不鸟猪啊 但是我非常非常害怕这个 有衣服的不鸟猪 当然呢 在我入坑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神级的玩具啊 我是非常非常想要得到他了 在前几年呢 他的价格还是在国内是比较高端的啊 是400多块钱左右一只 然后呢 到近两年呢 现在他的价格已经跌落到这个100元左右啊 然后不多说啊 给大家再做一下介绍 来讲这个蓝宝石华丽雨林的毒性啊 因为我们今年的话题就是你愿意在家里啊 养一个毒性超级高的节肢动物嘛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啊 所以说被咬之后出现症状的这个时间也会不同啊 比如说一个比较强壮的男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小baby啊 当然是这个小baby的身体情况会更差一点点啊 他的抗毒性并不会那么强 嗯所以呢 可能这个时间呢 会长达数周啊 所以说身体比较弱的小伙伴还是啊 这个尽量啊 静而远之啊 不要玩这种啊 这么高毒性的骨鸟猪啊 嗯 会出现呢以下几种状况啊 也就是说被咬以后呢 会出现以下的这几种啊 这个令你难受的这个情况 第一啊 伤口处会有火烧般的剧痛啊 第二啊 全身肌肉疼痛抽搐啊 因为它这个毒素里面会有这个神经毒素啊 也就说会让你抽搐 胸口疼痛啊 心肌喘胀气冒虚汗啊 这些都是以上的这个情况啊 还有晕觉啊 这个是更严重的 比如说如果说咬到了靠近你头部的位置啊 会有出现晕觉的这个情况 POE属的不尿珠呢 这个毒性都非常非常的高 蓝宝石呢 又在里边是 啊 属于 比较啊 厉害的这么一个品种嘛啊 然后他的毒性是更高一点 然后呢 我又去维基百科上啊 查了一位国外的大佬啊 他留下来的这个 不能说他留下来吧 他所撰写的被咬以后的这个经理啊 嗯 咱们现在开始讲啊 它是在2006年啊 被这个不尿珠咬的啊 是咬在了他左手的中指上啊 中指中央啊 被毒牙啊 咬进了一个啊 然后 就说他只有一半的毒素啊 注射到身体里了 因为是一个毒牙嘛啊 两个的话可能会更难受 扎进去以后呢 几秒钟后啊 开始刺痛 疼痛啊 疼痛只停留在这个指尖 还有第一关节处啊 他开始感觉肾上腺素啊 这个 分泌出来了啊 心跳加速 然后开始出汗 10分钟后啊 这个疼痛没有加剧 但是心率还是很高 20分钟后呢 心率恢复了正常啊 当然大家不要感觉啊 20分钟就已经恢复了啊 这是不可能的 22分钟之后啊 头部发生震痛啊 手指开始重新发痛 左手持续出汗 30分钟后呢 手有点僵硬啊 当他张开 或者合上手的时候会感觉很不自在 然后就像感觉啊 这个在锻炼之后的那种疼痛啊 一直存在他的左手和他的腋下 35分钟之后啊 头部和手指的疼痛开始减轻 45分钟之后啊 下巴两家肌肉还有眼睛附近感觉有明显的僵硬啊 50分钟后啊 感觉不像之前那么痛了啊 手指还是有点痛啊 已经肿胀 大了10%到20%左右啊 他感觉到昏昏欲睡 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呢 局部开始震痛啊 手指呢 去医院做了检查啊 感到发烧 还有出汗啊 量很大 第三天 凌晨4点时候醒了过来啊 呼吸困难 感觉发烧还有 汗流夹背啊 手指还是有一点点疼 发烧和出汗一直持续了当天的中午啊 吃了两片止冲药啊 他的手腕开始有点僵硬啊 手臂也开始有点肿 第四天啊 他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 但是整个左手呢 已经抽到缩在了一起啊 然后缩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啊 这个呢 是他讲述了从第一天到第四天的经过啊 他并没有讲述之后的啊 这个 到底还发生了些什么啊 嗯 可能也是因为人家外国这个体制确实比咱们亚洲要强壮那么一点点吧啊 如果说像大梁这样被咬了 可能啊 这个撑不到第四天啊 也是有可能的啊 当然这个情况呢 是分两种的啊 这个捕尿珠的毒素如果说对你产生这个过敏的情况的话啊 建议你及时就医啊 因为这个 如果过敏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啊 甚至是要了你的小命啊 嗯 捕尿珠呢 很少有咬死人的案例啊 当然也是有的 这个有的就是 啊 这个过敏体质的人啊 被捕尿珠咬了 然后死掉了啊 嗯 这种情况呢 也出现在猫猫狗狗身上 如果说你想在家里养这个东西一定要 看好了你的猫猫狗狗 不要让他去触碰到这个蓝宝石华丽雨林啊 嗯 独鸟猪的毒素呢 会对猫猫狗狗产生 很大的影响啊 这个猫猫狗狗是一定会 产生过敏的症状的啊 所以说这个 严重程度我就不用跟大家仔细说了啊 说了这么多 你们到底有没有想 饲养一只 剧毒的节肢动物的这种冲动啊 如果有的话啊 请点击一下 关注或者是 收藏啊 然后再转发一下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